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几头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 看哪,我要拆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 预备道路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预备主的道,修植他的路 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 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 犹太全帝和耶路撒冷的人 都出去到约翰那里 承认他们的罪 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 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 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 他传道说 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 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 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 他从水里一上来 就看见天裂开了 圣灵仿佛鸽子 降在他身上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福音的几头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 看哪 我要拆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 预备道路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预备主的道,修植他的路 照这话 约翰来了 在旷野施洗 传悔改的洗礼 使罪得赦 犹太全帝和耶路撒冷的人 都出去到约翰那里 承认他们的罪 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 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 腰束皮带 吃的是蝗虫也蜜 他传道说 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 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 也是不配的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那时 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 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 他从水里一上来 就看见天裂开了 圣灵仿佛鸽子 降在他身上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福音的几头 正如先知 以赛亚书上记着说 看哪 我要拆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 预备道路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预备主的道 修植他的路 照这话 约翰来了 在旷野施洗 传悔改的洗礼 使罪得赦 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 都出去到约翰那里 承认他们的罪 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 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 妖术皮带 吃的是蝗虫 野蜜 他传道说 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 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 也是不配的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 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 他从水里一上来 就看见天裂开了 圣灵仿佛鸽子 降在他身上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福音的几头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者说 看哪 我要拆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 预备道路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预备主的道 修植他的路 照这话 约翰来了 在旷野施洗 传悔改的洗礼 使罪得赦 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 都出去到约翰那里 承认他们的罪 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 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 腰树皮带 吃的是蝗虫 野蜜 他传道说 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 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 也是不配的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那时 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 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 他从水里一上来 就看见天裂开了 圣灵仿佛鸽子 降在他身上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 看哪 我要拆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 预备道路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预备主的道 修植他的路 照这话 约翰来了 在旷野施洗 传悔改的洗礼 使罪得赦 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 都出去到约翰那里 承认他们的罪 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 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 腰束皮带 吃的是蝗虫 野蜜 他传道说 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 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 也是不配的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那时 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 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 他从水里一上来 就看见天裂开了 圣灵仿佛鸽子 降在他身上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圣灵就把耶稣 催到旷野里去 Contin iyi